那我們有介紹的這個叫做顯示器擷取對不對 可以說是最單純也最暴力的擷取方式嘛 但是呢不管怎樣沒關係 等一下老師可以錄看看 那我們今天如果說 老師呢你可能會有所謂的直播的需求的時候 我們看一下右下角這裡 你看到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工作式模式 在OBS的右下角有一個工作式模式 你按下去之後你會發現 他變成兩個視窗 有沒有左右兩個 那這個時候要做什麼 你先看一下 首先就是我們的右手邊 我們右手邊這個視窗其實就是正在播出的 也就是這個視窗是播出去的 或者是正在錄影的 左手邊這個呢 是正在準備中的 準備中的為什麼會有這種需求 通常是直播的時候會有這個需求 比如說時間還沒到 那我現在當然我就不能馬上現身啦 所以呢我可能就會有一個什麼 我在下一個畫面 的時候的內容 那麼 比如說我在這邊好 我先把這個我的視訊 關掉 OK 那 我就可以 好我準備好了 我們正式 就是 現在這個已經進行到一段時間 我們要進廣告囉 因為也要休息一下 對不對 然後按下去 好這個就是休息的時間 好這個就是休息的時間 那麼我在這裡 等一下呢 我在這邊 就要再把我的視訊 我從這邊摳過來 視訊的 它也可以Ctrl加C把它貼到不同的 這邊 這樣有沒有就過來了 好那我這邊 準備好了把它放到我的 講座後面去 OK 那我們 那我們準備第二段喔 按下去 有沒有就過去了 這樣也是可以 所以說這個是 我們一般如果說 直播的時候會有這種需求 進廣告啦 或休息的時候 我就不要說 讓你看到我還在跟人家聊天 這樣是很不專業 好那另外一個是 像學校 我們可能會有 比如說運動會 畢業典禮 有沒有 之前疫情的時候 很多畢業典禮不是都 用直播的 因為不能群聚那麼多人 那如果假設我是同一個畫面 你看 我同一個畫面 那 同一個畫面可不可以這樣做 也可以喔 我現在左右是不是相同的 可是呢 如果說 待會我要把這個 我這個人的部分 因為現在 老師休息 或者是 待會進場 有另外的人 那這裡會擋到他 我如果 待會知道了 我是不是可以先移到這裡來 可是我不要在這邊直接移動 因為這樣人家看到你在移動嘛 所以我先移好之後 好 轉過去 有沒有就直接過去了 同一個場景 我也可以就是說 現在呢 這個老師要先休息一下 你如果看那個第四台 那個 唱歌的啦 還是那個 主持人 他要喝個水啊 幹嘛的 你先來 我幫你 準備一下 好 視訊我幫你先關掉 好 撤過去 然後你就 開始做你自己的視訊 啊 等到好了 好 我們切回來 你已經 準備好了 按喔 這樣同一個畫面也可以 所以 所謂的工作室模式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沒有雙螢幕的 我透過這個方式 先把我下一個場景 先準備好 那準備好了 我才按 轉過去 這樣 當然如果你有雙螢幕 有沒有工作室模式就沒什麼關係 就還好 所以這個是 還蠻實用的一個工具啊 可是 可能用在 直播的機會多一點點 那麼如果老師要用在您自己的課程 其實也可以 如果你有看過 一般像我們的電視節目也好 或者看過伯克斯 的課程 有沒有發現前面都有一個片頭 然後老師的課程正式進來 最後ending的時候再一個片尾 我們節目一般也是這樣啊 先有主題曲 對不對 片頭 所以你也可以把我們左手邊的這個場景 你準備一個片頭 片尾 跟我們 正式錄影的 那這樣對老師來講 老師準備囉 我現在已經在片頭 預備囉 那 進去之後 老師我們正式開始 對不對 這樣老師也會信你準備 不會說 只要馬上你按下去了 才那個 所以 可以多人協同 也可以這樣一個人 來做也都OK 所以我把這個工作室模式 先跟老師介紹一下